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又是我们回来和你们聊聊天 上一集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条 将军澳跨湾连接路海上高架桥的设计概念 今集我们会讲一下这条桥 在工程设计方面的困难和挑战 Tony 不说你不知道 将军澳跨湾连接路 跨道长200米 是全港最大跨道和最重的降拱桥 这条桥的降拱部分 是全港首次大量采用高强度钢材 S690QL 它的强度比常用钢材高约一倍 可以令到Eternity Arch 活力无限降拱桥 变得更轻巧 线条更漂亮 在设计方面 由于将军澳跨湾连接路 是横跨将军澳湾 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考虑桥梁的放风能力 所以我们在丹麦 法国和中国的顶尖实验室 进行了多个风动测试 我们制作了宿世版的双港钢桥无源 放弃风动实验室里面 测试桥梁起不同的风速和不同的风向 它们的稳定性和内风能力 是的 测试结果已经确实了 将军澳跨湾连接路 可以抵御每小时320公里的震风 即是可以抵御超强台风的吹袖 设计方面 我们已经有这么多创新的方法 下一集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建造的新方法 下集见